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11月6号起 成品书店将进驻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的校官眷社 及要塞司令官邸两处古迹 透过主题选书 阅读空间规划 以及举办讲座等一系列的活动 结合古迹氛围 邀请大家透过阅读 来一趟基隆历史的文化之旅 金融市长林又昌 金融市文化局长陈敬平 与成品资深经理郑可卿 一起完成挂牌 宣布成品书局将以期间限定方式重返基隆 从11月6号起 进驻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的两处古迹 校官眷社及要塞司令官邸 在11月6号 我们这个成品书店 将要进驻到 我们的基隆要塞司令部官邸 以及校官眷社 来开设成品书店 基隆期间的限定店 那我想非常谢谢成品书店 重返基隆 那我相信对这个地方 能够带来相得益彰 然后也可以带给我们基隆市民 在文化上面 在知识上面 更多的一个能量 那这一次进驻古迹 开设书店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让知识跟文化 进入到我们长迷的生活里面 那用更多样的一个方式 来推广阅读 进驻期间 成品书店将以 两栋古迹的空间进行规划 校官建设部分 将策划 三海基隆三大主题 挑选上千本相关书籍 要在士林关底则是沙湾地区 文化资产介绍及设立阅读空间等 基隆市文化局长 陈敬平特别强调 这不只是开一间书店而已 这是让文化古迹 历史场景跟生活地景 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融合 为文化空间的活用 增加了多一点的想象 那我们期待 透过我们跟成品的合作 能够让我们引以为傲的 大基隆历史场景在线计划 来做一个最荣耀的一个实践 加上日前刚启用 位于基隆西岸的太平青鸟书店 基隆市东成品西青鸟租店 延然成型 牛昌强调 透过实体书本 及古迹建筑空间的串联 让民众重新理解 及认识基隆历史文化 也引领出新的价值及可能性 邀请民众把握机会 到基隆来一趟悠闲的文化阅读之旅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老年人口快速成长 社会处连续四年 举办了基隆城市高龄论坛 透过产观学界 以及民间等相关学者专家的 脑力激荡 探讨疫情下的 熟灵自主宣言等各项议题 希望建构基隆 成为一个友善高龄的城市 我们常常说 人只能活一次 所以无可避免的 我们必须要思考的议题 就是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 但我常常讲 每当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一些哲学式的问题 譬如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哪里去 那当我们想到说 我要往哪里去的时候 也无可避免的 会思考到我们的人生的最后一段 就是我们的高龄生活 应该是什么 或者应该怎么过往 那我们这个论坛 它也许没办法提供各位现成的答案 但我希望它是一张地图 那这个地图能够帮助我们在当下 从这个此案 航向一个理想的一个底案 那我想就用这个 用这句话来跟各位共鸣 那每个都是感谢的种子 那希望能够让我们 透过我们的参与 能够让整个台湾的高龄社会 变得更好 基隆市老年人口快速成长 到今年九月底 现行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人数 总共有66,598人 已经占基隆市总人口数的18.24% 预估2023年基隆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比起全台提早两年 因此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今年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连续第四年举办2021 基隆城市高龄论坛 邀请包括卫生福利部副司长周道军 前文化部政务次长彭俊亨 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组长新智林等人 透过采观学界以及民间等 相关学者专家的脑力激荡 探讨熟灵自主以及疫情等各项高龄化 所面对的议题 希望建构基隆市成为一个友善高龄的城市 记者郡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连接中正公园主府谈的基隆树梯工程 即将在今年底完工 基隆市政府特别举办树梯命名票选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为这一座基隆新地标命名 参与网路投票的民众 还有机会获得限定版的基隆树梯造型为积木 欢迎民众踊跃上网 一同见证这一座台湾头新地标的产生 从西岸往东岸看去 基隆树梯工程已经进入 连接中正公园主谱坛的最后阶段 为了邀请民众共同见证 这一座基隆新地标的诞生 基隆市政府官及城市行销处 特别举办大名鼎鼎 命名票选活动 命名选项分别有 Keylon Tower及Hope Tower 票数最高的就是基隆树梯的新名字 民众也可以发挥创意投稿命名 基隆市政府方面将从上网投票的民众中 抽出100名幸运儿 赠送基隆市长牛昌手中这一组 抄西金的限定版基隆树梯造型为积木 这个是基隆的新地标 也是台湾国门的新地标 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市民好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一场 这个命名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我们有两个 现在这个提出来的一个名称 就是Keylon Tower 或者是叫做Hope Tower 基隆塔或者是希望之塔 那民众可以来参与 这个两个名字的一个选择 另外当然也可以自己来提 你觉得更好的一个名字 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命名 那我觉得这是全市的全民运动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们要抽出100位幸运的民众 也就是只要你来投票 那我们会用抽奖的方式 来把这一个积木 来送给100位的幸运的民众 那希望给 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一同给地票述提一个鼎鼎大名 那另外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 这个开放式的命名 大家来提出你的创意 那这个部分呢 等大家的创意提出来以后 我们会有几位评审的组成呢 然后来挑选出 前10名最有创意的投稿 那这全10名最有创意投稿 同样也可以得到这个微型积木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表示 金融速梯工程预计在年底前完工 后续将衔接东岸邮轮广场 及西岸沉寂转运站 是金融再生翻转的指标性工程 速梯的部分 现在在做横向的最后的 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 然后这一连接完呢 我们预计是在这个12月底 把这个整个连接做好之后 清零始造 大概就可以完成 今年年底 大家可以完成这样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面的中正公园 也有道路人本的工程 也预计也在12月全部完成 所以就等于是 整个这个整个的 中正公园 从旧二分渠 一路到中正公园 这个部分工程也做完 将中正公园三角下的 旧警察局二分局 拆除以新建连接 朱普坛的塔桥及广场 借用竖梯设计者 建筑师邱文杰坦言 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也让命名票选活动 显得更有意义 因为这个工程以建筑师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它是介于 工程跟建筑之间的一个 塔桥 那这个塔桥呢 今天要命名 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说我要来参加 金融市长 林游昌透露 金融树梯预计明年农历年后启用 将成为4月举办的 城市博览会展场之一 欢迎民众一起来赋予这座 国门新地标 响亮的新名号 金融新地标 名字你来挑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等你来看 金融连日来的大雨 北宁路 环港街口 行人雨洋边坡 昨天发生了土石滑落 还扎破了遮雨棚 由于当地的土石不稳定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 要求边坡管理单位 尽快修复 免得扎到人发生危险 雨洋走廊 上方的采光罩 破一个大洞 大小石块掉落在地上 部分碎成泥土 就怕行人经过会危险 警方拉起封锁线 点日来大雨 金融北宁路 与黄港街口一侧的雨洋走廊 上方边坡土石出现了滑落 石块直接砸中了采光罩 看了相当惊悚 我们巴豆子所刚刚接获通报 说这个北宁黄港有接口 这个边坡这边有鼓石冲落 那我们立即到现场 那个拉起封锁线 以保护这个用户人的安全这样子 由于这一段雨洋走廊 是巴豆子居民 重要的通行空间 多年前 附近也发生过类似情况 由于边坡不稳定 加上最近地震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 要求管理单位 加强边坡防护 后方的这个雨洋走廊 是我们巴豆子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廊 非常多的一个居民 只要往巴豆子的市区的话 都会经过这个区块 那其实今天上午呢 我们可以看到后方的山坡 发生了一个 塌陷的一个状态 那也砸毁了我们现在的雨洋走廊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现在早上有先通报 驱空所 那先进行 接下来要进行紧急的一个处理 那后续呢 其实巴豆子这一段也是非常多 重要车辆的一个出路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也先厘清一下 这边坡的一个全署 那后续我们要整个进行边坡的相关的维护 公路总局第一养护工程处 中午已经派员先将摊方土石先清除 初步研判 近日多次的大雨 造成边坡土石崩落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另外由金融市议员杨秀玉主办 结合金融市与民同心 关怀协会 以及何乐狮子会和凤凰狮子会 邀请到好姐妹艺人 何爱云力挺 带领美法修美团队 一起在服务处附近的骑楼 举办益检 修美及美甲彩绘和血糖检测等活动 虽然下阵雨 不过现场是温馨热闹的哦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和好姐妹艺人 何爱云一起高歌带动现场气氛 这是由基隆市议员杨秀玉主办 结合基隆市与民同心关怀协会 以及何乐狮子会和凤凰狮子会 邀请到好姐妹的艺人 何爱云力挺 带领美法和修美团队 一起在杨秀玉服务处附近的 顶阿咖举办益检修美 以及美甲彩绘和血糖检测等活动 免费服务 妻毒的相亲好朋友们 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金马影后 我们的何爱云大美女 力领我们七独 与民同心与民同乐 那么今天是秀玉的服务处 举办这个公益活动 那我们的何爱云这个美女 带领了他们的艺检 还有美甲修美的一些大师级的 力领我们这个乡亲 七独区为我们乡亲来做服务 谢谢你 还有谢谢我们的协办单位 我们的这个与民同心关怀协会 还有我们的何乐狮子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凤凰狮子会的会长 都力领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来的人全部都是国宝级的哦 来我介意介绍一下 来我们国宝级的美法师 小甲 大家好 郁杰在哪里 郁杰 好 我记得书彧 书彧 是我们当地的美容院老板娘 所以说呢 有机会的美人大气度来找她 做美容做得很棒哦 谢谢 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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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好 还有我们何乐跟凤凰狮子会的血糖测试 美容师我们慢慢慢慢小姐 她做了30年的美容的经验咯 这是我们的凤凰狮子会的会长 凤凰狮子会的会长 对 来这边 这是我的二姐 小甲 对 对 对 美容师 然后我们的服务单位 陈荣欣 没有了 小燕 美容师不小燕 文美啊 绣美啊 这种办法 许多欺读民众知道有这项免费服务在地相亲的活动 不论是美法 修美还是美甲彩绘 又或者是血糖检测 都特地赶到现场参加接受服务 虽然下着雨不过现场气氛 在杨秀玉以及何爱云热情带动下 既温馨又热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没有听过我 调温馨 调温市场三楼冒出阵阵白烟 消防队员到场 直冲三楼 发现里面 浓烟密布 台电人员紧急断电 一楼调測市场 黑漆漆一片 摊贩生意没办法做 只能够开始收摊 不过二楼市政府成立的祖孙馆 火警当下 有家长和孩子还在里面 第一时间并没有紧急疏散在外头 通知已经预约的家长 祖孙馆暂时修馆 请家长别再来 我们是在二楼 然后着火点在三楼 三楼的里面活动中心 那他着火地点是在三楼的天花板 然后他并没有深圳实质着 事实上是冒烟 那一冒烟 烟当然是往上窜 所以我们在二楼是不会受到影响 那消防局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一来之后马上就扑灭了 所以说下面的话 我们就按照他的指示 然后就慢慢慢慢地 我们做依序的一个疏离动作 也不需要恐慌 消防人员查看 发现起火点 疑似在长青俱乐部的据点 里面天花板掉落 灯具遭到烧毁 因为该大楼顶楼老旧 不排除起火原因 是电线走火 我们抵达现场之后 发现三楼有农烟冒出 所以我们地级布线进去 那发现是一间 闲置的里面活动中心 冒烟起火 那在我们长人的那个布线 铺就下顺利的 成功扑灭火势 比较后市场呢 三楼顶楼呢 已经发现很多 崩塌以及漏水的状况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跟消防员的判断 应该是漏水 导致电线的这个 引起的火警 还好三楼的起火点 很快就被扑灭 灾情没有扩大 不过二楼祖孙馆 因为常有家长 带着孩子来体验 基于安全考量 设计府社会处 将进行全面安检 昨日才会开放 记者黄少铭 金融报导 此云寺要是否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要是否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目科解王的 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 专程前来点要是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 云寺要是否店 参拜感受法喜 想工作 却跟不上相待 为了协助 营法族就业 政府提供职讯 与津贴补助 各区里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 真才活动 欢迎市民朋友 多加利用 民国九十七年 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 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 大雄宝殿后 波瓣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您知道吗 根据统计 在台湾平均不到20分钟 就有一人因为烟害而失去了生命 全世界平均不到5秒 就有一人因烟害而死亡 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健康 以及防范电子烟 成为青少年吸烟的敲门砖 金融市卫生局创新结合 媒体适度的活动 让国小学童化身小记者 来到校园采访 并宣导烟害防治等观念 现在就带您来看看 小主播小记者们的成果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的头条新闻 依据调查显示 本市青少年的吸烟率 及电子烟使用率正逐年攀升 为保护青少年的健康 及防范电子烟 成为青少年吸烟的敲门砖 金融市卫生局透过创意 制作了电子烟翻翻卡 教材及给家长的一方信资料夹 让我们跟着特拍记者到校园 也看着近吧 大家好 我是特拍记者庄博翔 那边有位小朋友 我们来看看他在玩什么 你好 请问你手上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是电子烟翻翻卡 它很有趣哦 翻的每一页都会告诉我 电子烟的危害 也让我知道电子烟 并不能帮助戒烟 那如果你以后看到朋友 使用电子烟 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跟他说电子烟很可怕 会爆炸 尼古丁中毒 其含有甲犬会致癌 叫他不要使用 要打戒烟专线 08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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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烟 请问妈妈当您看到 卫生局制作的教材 有什么强法呢 我是看到这个资料夹 还有这个翻翻卡 我也才知道 原来电子烟的形式这么多种 那有时候它可能会只是 看起来就像随身碟 像笔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当你家长的一定要好好注意 小朋友手上拿的这些东西 卫生局除了透过多样化创意教剧宣导外 每年都会结合各区校园及幼儿园 办理烟害防治宣导活动 并运用多媒体通路宣导 以提升青少年对于烟害的认知度 希望透过一系列聚烟反烟活动 让学生们参与其中 从中了解烟品及电子烟的危害 再将这些认知带回给家长 共同营造无烟健康家庭及无烟健康校园 害人身体不好觉得呢 牙齿会黑黑的 牙齿会黑黑的 这样子好吗 如果你是爸爸牙齿这样的 要过来亲你呢 啊 警务投烟 为了宁我的健康 如果身边的亲友长辈有戒烟需求 请寻求专业管道 本市目前有69家戒烟特约机构 包含本市七区卫生所 或是拨打免费戒烟专线 0800 636363 请所有吸烟的市民 多加利用戒烟服务 让自己与亲爱的家人更健康 加油 拒绝烟害 让我们从小开始 基隆市卫生局 关心您的健康 在今天的大台北爬爬购单元当中 要带你来品尝泰式料理 基隆郭书豪回到家乡 以食为出发 开设了不同领域的餐厅 在疫情情节不停歇 精心研究泰式料理 结合在地食材 吸引了老头味蕾 用亲手去吃美食好不好 这美食就不要客气好不好 我们今天有议员在 但是我们不客气 因为美食就要大胆享受 吃不煮开吃火山排骨 断了三到四个小时的 大块排骨肉质软嫩 还淋满新鲜的香料 这就是道地的泰国街边美食 火山排骨是在泰国的一个街边美食 它就是用排骨跟热排 去堆这些像做山的样子 那它的风格就是酸酸甜甜的 后来还有一点微辣 但只要敢吃小辣都可以接受 它不会到很辣 今天我们在基隆庙口 好像在泰国的街边一样 吃到这个火山排骨 它这个骨肉可以直接分离 重点是不爱吃香菜的 我可以把香菜直接剥开 非常好吃 非常软嫩 我想排骨可以炖到这个样子 一定老板有非常厉害的火头 一样用手抓来吃的 还有这手扒海鲜 这道是我们的那个手扒海鲜 那我们用的是有一些本港的一些 像那个本港的小龙虾 还有一些套突的部分 这个都是本港的 那这个扇贝啊 跟这个白鲜 都是西洋在地的一些海鲜的食材 那这道料理的最主要测试是因为 它是有泰式的那个风格 是酸酸辣辣的 那吃这道料理就是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不要担心你的手跟你的嘴 就只要大口啃就好了 整只龙虾拿起来就是用啃的 就是这个龙虾真的非常的软嫩 然后非常Q弹 那好像在你的嘴巴里面弹跳一样 那因为这个它的酱汁 真的是很道地的泰式的酱汁 那酸酸甜甜的 那很多很爱 就是很推荐给很多喜欢吃泰式 这个酸酸甜甜口感的这个民众 来尝鲜 那这个位于这个庙室中心区 那地点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推荐给大家真的很好吃 还有这香味四溢又鲜甜的黄金咖喱软殼蟹 配上哈斯面包 令涛客听不下来 我觉得这个面包加这个软殼蟹跟这个酱啊 加起来就是非常的融合 然后啊 其实我本来 我本身是不吃那个蟹黄的 可是这个味道完全没有任何腥味 而且摇起来脆脆加这个软软的 整个非常的好吃 还有让业者很自豪的是这一道炸水果 泰国是那个水果之王 跟我们台湾一样水果之王就是榴莲 那榴莲把它用炸了 其实一般来讲 你在市面上比较少吃到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榴莲炸过以后 口感有点像冰淇淋的一样 这个炸榴莲非常好吃 因为它外酥内软 而且非常像冰淇淋的口感 然后加一点煉乳呢 整个味道都提出来很好吃真的 精心研究出最道地的泰式酱料 为新鲜的海鲜及蔬菜点出精华 基于出身的蔬猴以美食创业 五家不同领域的风味餐厅 除了带大家吃到基隆最鲜甜的好滋味外 更要带给大家创意与惊喜 刚好疫情期间这段时间 大家都很久没有出去外面放松 也很久没有到各个国家 吃到一些其他异国的料理 那因缘机会回来到基隆 因为本身是基隆小孩 那我爸爸也是在跑船的 也有一些渔货什么的 所以就陆续的刚开始 我在基隆接了烧烤的火锅店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第一手的海鲜 那因为基隆人又喜欢吃海鲜 又特别挑嘴 所以我相信我家的产品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们又开了神二缸拉面 那我们也做了一家传统正日式的拉面店 那因为后面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后来我们想说把拉面店缩减 可能会移到其他地方 那这个地方刚好我们想说 泰式的东西其实基隆的这样子一个风格的东西 是几乎是比较没有的东西 那我们想要把这些美食呈现给各位 那甚至我们也有开守园居食物 它是有各式的精量啤酒加上日本料理 这也是一个很棒很特别的一个结合 对 那我们也有便当店 对那那个便当店的部分 我们是走CP值比较高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陆续可能下个月 还会有开一家那个豆乳店 那我们也跟那个台北的厂商配合这样子 还要继续开店呢 充满活力与创意的舒豪以美食饗宴 透过脸书直播 严选食材 精准又有创意的料理手法 将一道道美食推广出去 以美食交友 让人感受到基隆人的热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青森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